大家好,我們今天來到元朗錦上路的錦上路跳祖市場 因為現在大家疫情都不能出國,這些市場其實在香港是比較少見的 如果你現在不能出國又想感受市場的氣氛,就可以來跳祖市場感受一下 今天我還有一個特別任務,就是用100元來選擇聖誕禮物 錦田鐵路站附近就已經有兩個市集,分別是錦上路跳祖市場和錦田紅豬屋 喜歡週末逛街,而又不喜歡逛商場的你,這兩個市集一定要來 對啊,因為這兩個市集有兩種風味,大小適中,而且它們非常之近 走完一個,你絕對有腳骨力走另一個 兩個市集大約相距15分鐘的腳程,所以你預約一個下午來走就對了 多不多參加這些聖誕派對? 少啊,自然走這些市集我自己都很少 可能之前走過的都只有中環關頭 如果選擇聖誕禮物,我可能會選擇一些香港比較少或者獨立的東西 有些意思都不是每個都是送差不多的東西 可能一條平均60元,應該都是貼近平民,比一般的商場便宜 這是童裝來的 有什麼可以穿? 一塊水樓下 一塊水樓下,好多啊 如果賣給小朋友,就可以拿淚下粉紅色 這隻貓頭鷹哥挺有趣 嘩 嘩 來,你看看 一架齊了 但這個真的99元 真的100元留下 真的 大家好,這裡正常是收8點的 但通常是6點多鐘開始慢慢收 記得先Like了 你要追蹤這個 嘩,非常會玩 我會積極鼓勵主持回來買貓頭鷹的 這裡好像有這個叫做 妖怪手錶 這隻就是地博喵 但我自己個人喜歡比加超 哈哈 我家裡全部都是比加超的 我想小朋友的話,我就不會選擇來做靜擇禮物 校長應該是脫離了小朋友的年紀 我們的舞台有個大春小朋友 可能你抽中是他 你肯定是他 他喜歡日本的 玩得動漫,很難不喜歡日本的 是呀,沒錯 其實我們看到他有一隻龍 因為我喜歡小動物 所以就看看 我覺得這間比較像是賣一些比較古舊的物品 嘩 嘩 嘩 很開心 馬上有發音 很開心 嘩 所以他又吸引了微錄進來 那種聖誕蟑螂都不錯 如果我可愛的話,其實都對 一百一二十 可能大廁要選 不要緊 你喜歡補一千元下去都可以 嘩 送植物 聖誕只送植物 我去蟑螂啊 如果你說送些聖誕草臭的話 不會選擇蟑螂 我沒試過拆 不要 我不要試拆 很容易 是一個小型的冒險 台灣呢,你會經常看到這種 在夜市除了夜吃之外 有很多這些湯匯油 但通常都是伏的 伏不伏的 是真的玩也都不會 沒錯 我沒見過人中過獎 希望我身邊認識一個人 等等等等等等 這些是很怪舊 不知道多少年代 有見過 我小時候見過 但是不知道叫什麼 好像… 我以前小時候都是 我以前小時候都很喜歡吃 不是,是因為它上面呢 很好吃 甜味剛剛好 然後有五顏色 然後你吃的時候就很開心 報夢 香港是很少見到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要在類似的事集 才會找到的 因為我本來自己也有 考慮過想 掛一個在床頭 應該聽人家說 放了會睡得比較好 你想人家報什麼夢給你? 報夢是… 是…是… 推走一些噩夢 不是… 不是… 報什麼夢 報夢網是… 捕捉的步 對 至於會不會覺得 今年呢 聖誕節會… 覺得商量有沒有那麼多氣氛 都會的 因為始終大家籠罩在這個 疫情的氛圍之下 它可能都是要兩個人隔開 這樣就沒辦法整班朋友 始終那天分就會… 覺得沒那麼熱鬧 嗯… 這個地方應該挺好的 因為限聚令不是很怕 對呀 因為其實它這麼擠迫的時候 它都管不了你 其實你是幾多個人 要一起出來 會看不太看得出來 其實會發現很多 平時很少見 然後都是新奇有趣的 我自己是很有興趣的 好了 經過我們多走幾個小時之後 你的最後答案 是不是都是買那隻貓頭鷹呢? 我可能… 應該都是回去貓頭鷹那邊 這個鷹會比較多作用 可以藍 可以擺 可以放 袋就可以直接裝東西 好了 我們回來了 我們走了 我交換禮物的對象是… 有男有女的了 沒得什麼的 有男有女的 一個藍色一個紅色的 那個二頭 那個開始二頭 都享新年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身體健康 送給你的 多謝一對 是送給你的 是送給你的 大家… 看看 好好好 很棒 因為她太好 還有這個隊伍 這個拿相機的歌仔 有帥 導演呢 這個導演呢 有帥 這個聖誕和未來的新年 我們會更加好 還有這個美女 是值得… 真的值得LIKE爆 嗨大家 我今天剛剛走完 你看到兩大袋 其實原本只是想買一隻 沒有想過 突然間一隻變了四隻出來 還有多了兩條的首席 那就很開心 遇到一個這麼親切 和這麼有正能量的老闆娘 裡面其實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東西 有買衣服 有小朋友玩的玩具 有很多的精品 而且很多的懷舊小食 還有其特的飲品都有 好推薦大家 新年聖誕節 如果現在疫情不知道去哪裡的時候 又送一班朋友出來 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紅磚屋這邊就是星期五六日 和公眾假期 早上十點到晚上八點開 大家就要看準時間來 而且我們除了在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很漂亮的精品之外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打卡字典 就是紅磚牆 我們剛剛在那邊看到人家畢業燒 所以我們現在就放一個姿勢給大家 這裡看到它的裝飾 設計其實都比剛剛多 跳早市場 就是感動比較高級 我也有說 這裡比較像泰國那邊的夜市和市場場 是一個比較熟悟的氛圍 像是每一間精品店 就不像剛剛跳早市場那裡 就是一個攤位 你覺得這個大一點還是那個大一點 這一定是剛剛跳早市場 那邊已經是底 就只剩下這裡走去再轉 那就應該結束了一件事 這裡還有一個發色的藝術品 很不夠的 它實際買的東西的概念 可能是跟剛剛跳早市場 不是很好的 但它的設計和感覺 是兩個地方 即是大家如果是走過了時間 都可以在這裡享受一下這個面分 其實這間是比較相對於 有一種在室內的食欄前的一個活動 一些很古董的 我覺得這些可能真的是古董 這些真的是古董 這些真的是古董 這邊就 古董的 有180 可能那些是 或者那些是 嘩 真的這麼快走完 已經出口了 對 現在就幫大家去補充一些關於跳早市場的小知識 其實跳早市場就是把一些比較舊的東西 位於集中在一個地方 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在裡面找到一些很懷舊的模型 還有漫畫 剛剛我們真的有景度 平時可能有一些很古舊的擺設 都可以在這裡找到 大家都會 會挖去跳早市場 其實有一個目的就是想去尋找 可能找到一些自己多年來見過的東西 一些懷舊小吃 還有找到以前的回憶 這樣 我們今天就探訪了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錦上路正近的跳早市場 另一邊就是這個紅磚屋 其實大家如果假日的時候來這裡 想玩一天的 都可以讓你走一天 玩一下吃一下 就享受一下這些懷舊的時光 我微錄就有一點點建議給大家 雖然兩個都收8點 但是錦上路跳早市場是全露天的 所以我建議先行錦上路跳早市場 之後再來行錦田紅磚屋 我們下次見 拜拜